各位同學 相信以前一定有做過我的志願 是這間中學出了一位同學 以前是校草 現在就成為了一位演員 而他奮鬥了21年之後 最近終於成為男主角 究竟他是誰? 就是他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楊榮 我是1998年入TVB的 現在已經21年了 我剛畢業後很想做消防員 我那時有近視和散光 肥腦不可以做 所以我很失望 然後回到家 看到有13期訓練班 那時訓練班還很厲害 賣完廣告說我們現在要招生了 然後看到 我有個叔叔拿了一本電視周刊 那時剛才在做《烈火紅心1》 經常都看《烈火紅心1》 覺得很有型 他就說 你這麼喜歡做消防員 你真的做不到 你就去電視台做假的 那我也想著沒有 我就穿短褲又穿着拖鞋 然後被他捉上車 隨便吧 就見了 也未必可以的 越CASLE 他又不知為何越要你進去 無端端第一次面試 就幾千人去考都能考到 那時就要爸爸來簽約 因為未到18歲 不可以自己簽約 那一試 就試了21年 娛樂反鬥星是第一個有角色的劇集 扮一下謝玲峰 劇組安排了一些林寺院做記者 但其實裡面又有很多真記者 我當時剛入房 哪有可能會有那麼多閃光燈 不斷地追訪你 但演戲就是有一個奧妙之傳 你要飾演那個飾 就有那種待遇 我沒有見過亭峰 我一開始見到他要運路走 我怕他打我 楊明在2005年被控罪酒駕駛 其後亦都因為刑事毀壞 夜上官司 令到他的事業陷入低潮 那時其實不算任性 是貪玩 被開心的情緒 去掩蓋了 原來自己是進來做事 所以玩一下就玩創這個心 到自己真的出事了 犯了錯了 我是會很後悔做了這些事情 那時算是受力痛 變成了很多人都會跪過來 和你的好朋友 出事後沒有人找我 那這些就是人情懶亂 外面的人覺得楊明是壞的了 他是無惡不作 有些人會罵你垃圾 有些人會罵死卡咖啡 用盡所有言語上去欺凌一下你 低層了很多年 做了很多死屍 甲若丙丁 二世祖 足以令到你意志消沉 但我自己選擇了繼續堅持 因為我自己是做了事 覺得辛苦的時間就是你的懲罰 沒有人見到你就繼續做下去 就算有人見到 沒有新的機會你都一定要做下去 很幸運 又真的被上面的人看到 七八年前 甄姐秘書打給我 甄姐秘書打給任何人都會很害怕 因為實在是 奶了些什麼 壞了些什麼 就要照上去照廢 因為我自己跟她說 我沒有犯錯 沒有做錯什麼 這塊沒事 做什麼事 跟著說你不用害怕 阿姐想找你來聊一聊 聊天的對話裡面 她就問我 你還想想中 她肯定不會這麼溫和 你今天說想中 你就不要令我的眼睛 都是黯然地離開 被人罵到頭髒髒眼濕濕 過了半個月後 我收到當時的住境喜劇的PA電話 她就告訴我我入了組 處境喜劇叫做天天天情 我的崗位就是 無論你給多少考驗我 我都不會放棄的 楊明 楊明 99年參加藝分班一行 五度提名飛躍漲步南藝園 即是前一年第四次提名 其實那時候是很 很多人都說你今年拿 誰知道那年都是拿不到 如果我不拿 我們都知道 這麼老還拿什麼啊 但第五年那次她宣布的名單 不停說我的名字 她說 自己都知道自己這麼老 還跟那些什麼進步獎 宣布那一刻 真的說了自己的名字 又真的很開心 其實跟媽媽演戲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了 因為她是影后 阿洪姐的戲場真的很厲害 如果各位觀眾有看 就是有一個行動 我不聽她說 我第一次反她 我們排戲的時候 媽媽就開大街 跟導演說 我不會打的 我本身是想說 因為想要拍 如果是換了阿俊 她就算自己是要犧牲 她都會配合我 我的眼淚不停涌出來 然後開始 為何這個媽媽會這麼恐怖呢 我是小孩子 我也是你生她 為何你這樣對我 然後就開始反她 我第一次做男一 我不知道我背不得起 二十集這個戲份 然後公司又很即時出 放下了兩年 那姐告訴我 各種因素 告訴我 那套戲不行 出來做了兄弟 還有邱禮傑 那些觀眾都覺得OK的 那突然間做到 兩年前覺得不OK的劇集 插出來 自己踩自己一腳 你做錯事嗎 做甚麼道歉啊 就算錯也不要承認 輸人不要輸陣 道理在你那邊 對都不夠你說 那幸好 我自己設計那個 狼趙勇的角色 又 觀眾又喜歡大用 機動部隊是寫實片為主 催淚彈這件事 真的不是人不敢 其實我們進去煙霧房 做很多exercise 之後再要最後 你怎樣才可以走出煙房 是你要拔那個防毒面罩 然後說四句對白 我很辛苦地說到第三句 對白的最後一個字 都還沒說完 我就一支箭飆出來 我想每個人都是 因為小時候都是貪玩的 只是覺得自己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只需要玩的 那現在人大了 的轉變就是 玩是要 但是都要為自己的家去著想 又懂得想媽媽 所以爸爸拼搭了幾十年 都是為了我的人生 目標就是 事業生意上面的 目標就是 很想上軌道 將多些資源 可以給我爸爸媽媽去 過一些無憂無良的一生 那就對了 你還是要遵守 你成功 你會處理 我下詞 餐廳 你會做我的 好 天啊 我下詞 你也關鍵 你 我下 rugged